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应该基于什么样子的出发点来考量 其实是值得我们探讨 跟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周遭都有相关的一点 首先其实在探讨绿岛的阿肥这条雨之前 我们先来看看 其实在今年的5月10号 台湾苹果日报A4版的一个部分 那其实在墾丁 在台湾周边有几个特别热门的浮潜潜水的点 其中有一尾石斑鱼 很有名的一尾石斑鱼 它被抓了 那为什么一尾石斑鱼被抓 会引起大家的重视 以及又登上这样子的一个报纸呢 因为其实最重要的 它代表着一个环境变动的过程 而所知道的这尾石斑鱼 其实在台湾前几年八八风灾的时候 可能推测可能是有养殖尺里头出去的 所以早期一开始的时候 在恒春在墾丁周边海域 石斑鱼太多了 那所以墾丁国家公益管理处 也试着采取一些人为的方式 把部分的过多的族群树 稍微把它排除 但是在趋近于平衡的过程当中 就有一些石斑鱼留下来 但是这尾到底的确刚才所讲的 是不是养殖尺留下来 或者是原来就在当地的 当地的一个物种 当然还有待更进一步的去研究 但是不管怎么样 石斑鱼它有很特别的一个习性 那就相片中 所以看得到的这个斑点石斑 拜点石斑来讲 基本上它体型相当的大 而且它领域性很强 领域性很强 那所以它又在固定的地方 体型又够大 那其实很多潜水的人 就很喜欢去造访它 但是很可惜的 如报纸上面所介绍的 在这个时间 它已经被盗链 被吃掉了 那么其实之前 据当地的这样旅游业者 以及整体的一个经济产值的评估 如果说它一样活在海里的时候 它的观光产值将近可以超过百万元以上 每年 但实际上如果说被抓走了 那一斤 以一斤算 以两算 其实再怎么卖也不到一两万块 所以到底 到底就所谓的跟人类的经济活动 希望以自然环境生态体系 所能够提供人类的经济的服务的 这样子的角度来讲 到底是活鱼比较有价值呢 还是死鱼有价值 又回归到我们这一个出发点来考量 好 那么再过来 其实在刚才所介绍的石斑鱼 它有它的特性 它的特性 那我们直接现在再回到所谓的绿岛阿肥 那我们再介绍它之前 除了阿肥之外 其实已经有了先例 有两只 一只叫平平 一只叫安安 一样也是属于裸胸存这样子的鱼类 那第一个 它是血居性的 它住在洞里头 白天虽然也出来 但是晚上更加的活跃 这个跟石斑鱼就有点类似 第一个 提心 通常如果比较不要被倒裂的话 它可以长得比较大 而且是定居性的 只要你在知道了它的一个生活习性的之后 在特定的时间 特定的地点 你就都可以找到它 因此跟很多潜水客 就有了这样子的互动的一个行为 而很可惜的 很可惜的 也就是这么 以前的平平安安 跟现在的阿肥 其实大概都遭遇到了一样的命运 离开了海洋 而进到餐厅 上了餐桌 可能进到观光客的肚子里头 但真正的问题到底在哪里呢 其实 其实 真正讲起来 绿岛 犹如之前方讲座所介绍的 这样子的一个社区的一个转变的过程当中 的确 绿岛当地 由于人口外流 一个经济形态的改变 免不了一样面临的人口外流 经济衰败 以至于整个产值当地 当地的社群 当地的人们 极力地思索 到底要怎么样来创造社区该有的一个生产力 来维持社区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发展的状态 于是就类似其他台湾的离岛地区 开始走向所谓的旅游业 那这种所谓的旅游业 是我们一般的确认为所谓的无烟冲工业 感觉似乎成本比较小 不需要太多 但其实背后仍然有相当多的隐忧 以绿岛阿肥的例子 当地推行了这样子一个潜水 但实际上很可能潜水客没有想到说 他到底到了这样绿岛一个地方 白天或者晚上去夜前 很高兴了看了这样子的物种 很高兴看一看 哇 欣赏了海边 海里周边的一个漂亮的一些物种 还有环境之后 晚上休闲之旅嘛 回到饭店回到餐厅 点一份大餐 想用一些海鲜大餐 他或许没有想到 也可能根本没有想过 其实他所吃的这个鱼 很可能就是他白天所看到的物种 那到底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再反过来 参考一下别的国家的意见 那其实另外在海生馆 大洋池里头 是一个很有名的 很漂亮的一个物种 我们叫浮轰 它很特别 看起来虽然大 但是实际上它是非常的温和 因为它是绿石性的生物 它是绿石性的鱼类 它基本上只是非常小的 我们所介绍过的浮游动物 或者浮游植物 最主要是浮游动物为主 那从相片里头可以看到 它的头部前方 嘴巴的旁边有两片导管 那因此 它在海洋中游动的时候 会刻意去找到一些 借由洋流的关系 能够把这些浮游动物聚集起来 密度比较高的地方 而且很漂亮的 它可以借由一个后空翻 往后翻滚 将后空翻这个涌动的行为 再把这样子海洋里头的浮游动物 再浓缩 然后再借由导板的这样子的一个构造 引导水流 再把这些浮游动物 律食到它的嘴巴里头 那因此 借由优雅的这样子的泳汁 不只在海参馆的大洋池 吸引了大家的目光 而其实在世界各地 一样只要有浮轰类 这一类的轰鱼出现的地方 也都往往吸引了很多潜水客的眼光 但是一样的问题也发生在国外 那以相片手中所看到到的 印尼它们之前 当地的渔民也大量的捕捉 以及利用这样子的浮风之类的物种 或者其他相近的一些静原种 但是实际上 实际上根据印尼政府的推估 如果说一尾浮风 不管是稍微大一点可以用来食用 或者稍微再小一点 其实最重要除了食用之外 很重要特别一点是在东南亚 在亚洲地区 还有把它拿来做一个中药材 中药材这样子 那一个晒干的个体或者做食用的种类 一支算起来 它的经济价值大概五到十块美金不等 其实不算高 但是当地的政府已经去推估过了 如果说以一般的潜水客 在这个地方来造访的次数 以及他周边的花费带动的这样一个经济的热潮来讲 一尾浮风 中期一生 大概在二十到三十年期间 那他其实能够带有的效益 最保守的估计可以到达将近一百万美金 一百万美金 那其实又要回过来探讨这样子的问题 到底一支于你只能够单纯的从食用的价值 来探讨它的经济 经济价值 还是说可以从其他的角度来考量 相当值得我们思考 那其实如果再回归到 虎虹这样子的一个物种 它的一个生物的特性来讲 之前其实我们稍微介绍过了 就环境来讲 变动环境有所谓的机会主义物种 它们基本上是适应变动的环境 是以量取胜 所以它体型比较小 生活时间比较短 但它的后代的出产率比较高 但是再回到浮风这样子的物种来讲 它是很典型的 很典型的我们讲的稳定环境物种 它体型可以长得够大 它的生活史就如同刚才所讲的 可以到二三十年这么久 而平均成年期的一只狐蜂 大概要二到三年才能够产下一胎 才能够有一次的生殖的机会 而中期一生就目前有限的资料显示 大概也只能够产出 大概十六到二十只不到的 这样子的个体 因此它在野外的族群 一旦遭受压力的话 其实它要复原的能力 是相当相当的弱 也就是一旦遭受了人为的猎捕 这样子把它当作一个实用 或者要用的一个用途 把它从环境中移走了 它族群要在增生的时间 还有机会 其实是相当令人担忧的 相当令人担忧的 因此 虽然很多地方 开始试着用旅游 但是毕竟所谓的旅游 一定要考虑到周边的一些问题 目前我们比较倾向于 倾向于对环境 造成最少冲洗的这种模式 我们特别把它叫做Eco-Tourism Eco是我们讲的生态 生态旅游 这是我们的定义 如果根据1990年 世界生态旅游协会 对所谓的生态旅游下一个定义 它指的是一种负责任的旅游方式 而且是到自然环境地区 所进行的负责任的旅游 它的目标也一向也同时兼顾到了 对于自然环境的保育 而且很重要一点 是能够增进当地人民的永续的福祉 所以在就这个图来讲 的确生态旅游 它是一个集合 它包含了所谓的保育工作 以及对自然界的利益的保留 以及所谓的当地人民的获利 再看到下一张 这是我们在探讨到生态旅游 以及所谓的环境冲击的时候 特别是旅游冲击的时候 常常用到的一本教科书 叫Eco Tourism 生态旅游 它是Honey在2008年出版的 这样子的一本书 它的名字叫做Eco Tourism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ho Owns Paradise 好 这本书要介绍到生态旅游 还有所谓的永续发展 目标要放在永续发展 但是问题来了 到底这个这么好的地方 这个天堂是谁的 观光客吗 当地民众吗 还是根本在背后操盘的 这些大公司 所以在这本书里头 比方说就回归到 刚才的定义来讲 生态旅游的确是 到自然环境的一种旅游的方式 但是问题来了 它跟一般的旅游 什么不一样呢 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 如何减少对环境的冲击 对环境的冲击 维持生态体系的完整 这是目前 有一些注意 但是还不见得能够注意那么多的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 希望能够有 对观光客本身 还有对当地发展旅游的业者 也就是所谓的著名的部分 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共识 业者知道说 这是我的金母鸡 只要你能够好好的养着它 它能够一直给它下金蛋 而不至于出现 所谓的杀鸡取卵的这样子一个行为 但是接下来 往往这样子的生态旅游 没有办法进行的很好的一个隐忧点 其实就出现在我们刚才所提的第三 因为实际上生态旅游往往不见得 能够真正的 把它整个生态旅游这样产生的经济的价值 回馈到当地的民众上 当地的民众或许会直接感受得到的就是 我的生活 我的一切 似乎受到了旅游业的冲击跟影响 它没有感受到好的一面 但是未蒙其利先蒙其害 因此往往出现了很多冲突等等这样子一个情形 那么因此 在下一点特别提到的一个终极的目标 是希望能够对当地的人民有所注意之外 还要自发性的 能够由当地的人民 当地的一些住民 来共同营造出这样子一个趋势 这个部分的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我们在后续的一个讲词当中 特别是讲到社区重建 还有所谓的旅游的这个部分 会再做一些介绍 那么因此 在回归到绿岛的这一点 因为绿岛其实是一个很明显的 这样子一个所谓的进行 岛屿上的这样子海洋生态 特别是强调 非渔业性的是属于观光的这样子一个转型的过程之中 的确遭遇到了很多问题 那后来陆陆续续的呢 其实的确如果说就算能够朝着我们刚才所提到的生态旅游的这样子的农事来进行 其实对于观光客 潜水客以及所谓的当地的住民有关到底一个环境教育的部分 其实仍然需要值得去加强 因为比方说就相片中所以可以看得到的 其实这个字句上有点错 根据方讲座指出应该不是上面所说的圆眼厌鱼这种物种 而是属于圆世厌鱼 那么当地的业者为了增加观光这样子的吸引度 所以就算没有潜水客来的时候 他们会开始试在特定的地区进行一些喂养的动作 而当地的这些鱼类慢慢适应的人类的出现 不怕人了 而且不止如此 有人来的时候又有食物可以吃 因此这样子的喂鱼的一个行为 就当地的业者来讲 虽然他几乎是可以确保说 好至少每一次观光客来的时候 他带潜水客下海去看的时候 他能够把更多的鱼吸引到你的周边来 让他可以看 但是其实有没有想过 如果没有经过适当的评估 这样子这个喂养的一个行为 已经改变了周遭的一些鱼类 或者其他海底生物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的部分 当然就更不用讲 如果没有受到节制 你也喂我也喂 对当地这样等于是一个 这些喂养的食物是一个外来的能量 外来的这些物种 外来这些物质 是不是会对环境造成冲击 都值得相当值得省思 而需要特别小心注意 因此再回归到 这个是之前海生馆 也是大洋池的一个特殊的一个角色 那当然过大了 所以海生馆把他野放 虽然很不幸的 很不幸的 在野放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 但其实也就利用它 作为我们常常省思的一个部分 因为相片中所介绍的这只金鲨 它是世界上最大型的鱼类 但是体型虽然大 它是吃最小的 也是吃浮游生物 那又因为它非常的温馴 所以在台湾化 把它叫大洋池 那又因为它的一个肉质的关系 又把它叫豆腐沙 那其实根据台湾 目前对金鲨所做的一些科学研究 是居于世界的领先的地位 那刚才我们所介绍过的 稳定环境物种 它就是最典型的一个例子 体型大 生命时长 但是相对的 它的offspring 它的指代数相当的少 因此如果没有特别注意的话 很可能你把它捕捉起来 以金脉 以两脉 你可能只注意到 它所谓的经济的部分的价值 那就算有些国外的 也可能考量到了 类似发展刚才所提的 一些观光业 能够提升它在所谓的 观光业的附加的经济价值 但是我们再怎么样 也不能够轻忽的一点是 它毕竟是自然界的一个分子 它在自然界里头 在海洋生态系里头 在海洋食物链里头 都扮演着它的角色 当人类 这个海洋中 最可怕的掠食者 这句话听起来很奇怪 人类是陆地的生物 但是人类反而扮演着海洋中 最重要 也最可怕的掠食者的角色 把这么多的海洋物种 带领它原有生存的环境 就如同相片中 所看得到这两位 黄旗尾 很可怜的 被带领它的七所 也就只能够 死了之后 只能够以两算 以金算 只有鱼业上的这样的贩卖的价值 完全再也没有生态的价值了 那到底 一尾鱼 是要用什么样子的一个角度 来衡量它的价值呢 希望同学 我们也能够行私一番吧 明镜需要 厨量的价值 越来越重 δα业 感谢观看